紧跟时代每天进步一点点 你好我是点点 这期呢我们来谈谈一部刚刚上映的大片 《激战中途岛》 在去电影院的时候我其实蛮担心的 因为我特别怕这个戏我排成一个感情片 但是还好了 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战争的战争片 其实战争里面有足够多的元素 足够戏剧化了 真的不用感情戏啊 这部电影的人物也很多 尤其是美军方面 那些飞行员英俊高大就不用说了 尼米兹将军斯普鲁文斯 那都是没得说高大上 但是我这个视频里呢 主要介绍一下在日本方面的几元大将 因为袁腾飞老师说过 在历史中留下的未必是真相 打输了的也未必就没有说头 所以我们来说说日本方面的三元大将 山口多文 南云中一 还有山本五十六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个人的微妙的关系 其实他们三个人的关系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途岛的最后结果 我是这么认为 山本五十六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第一号的人物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总司令官 在中途岛战役中呢 他是在外围 他率领着一艘什么巡洋舰 大和号和两艘航空母舰 在外围准备接应 南云中一的头衔要第一级是中将 在中途岛战役中 山本五十六派南云中一 率领着四艘航空母舰直扑中途岛 这四艘航空母舰是赤城 加鹤 苍龙 还有飞龙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南云中一他本人是在加鹤号上 那么山口多文呢 他比南云中一就再低一级 他是少将头衔 在中途岛战役中 我们刚才不是说有四个航空母舰吗 他是飞龙号和苍龙号的指挥官 他本人是在飞龙号上 这么说吧 在整个的中途岛海战中 山口多文的顶头上司就是南云中一 打个比方 南云中一是班长 那么山口多文就是小组长 管着两个小组 山本五十六就算老师吧 他就是全包 他总负责 听到这你可能觉得这不挺好的吗 一个老师 一个班长 一个组长 自己干自己的事 没什么问题啊 这样一级一级的 不是挺合理的吗 问题就在这 因为这个老师啊 比较喜欢这个组长 这么说吧 山口多文是山本五十六 公认的 在日本海军公认的继承人 这两个人都是奇才 而且都在美国受的教育 山口多文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山本五十六 是在哈佛大学学过两年 所以他们呢 对海军航空兵的用兵理解特别透彻 而且具有那种现代化的国际眼光 真的都不是吃素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 这山本五十六对山口多文真的喜欢的不得了 说个小插曲 山口多文这个胃口特别好 特别大 特能吃 山本五十六就专门下令厨房 每顿饭给他多上一份 山本五十六是非常想象山口多文去做南云中医这个位置的 但是没办法 日本军队里这种论资排辈的传统啊 没办法 所以他不得不还是用南云中医来做他的总指挥官 这样一来南云中医就等于给加在中间了是吧 其实南云中医也不是等闲之辈了 在珍珠港事件中他也是总指挥官 而且做的也不错 但是他这个人比较优柔寡断 而且他的见识也有限 他没留过学 他只去欧洲考察过几次 在中途岛海战的整个过程中 我觉得南云中医对山口多文 他是有点酸葡萄心理的 从表面上看就是山口多文的很多非常非常好的建议 南云中医一概不听 我就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山口多文曾经建议 因为当时日本海军是没有雷达的 但是美国有啊 所以山口多文就强烈建议 一定要多排侦察机去侦察附近的海面 然后回来报消息 南云中医就跟没听见一样 全当耳旁风了 第二个例子 当日本发现美国的航空母舰 Hornet大黄蜂号就在附近的时候 山口多文的意见是 还管那么多呢 赶紧起飞飞机去轰炸这个大黄蜂啊 但是南云中医就犹豫 他当时就没有做这个决定 而是把说飞在上空的日本飞机先收回来 先换炸弹 他忙着那个呢 结果遗误了战机 最后导致中途岛海战全盘的失败 从此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如果当时山本五十六用的是山口多文 而不是南云中医的话 至少在中途岛战役中 这个谁胜谁败还真的很难说 但是我不想拆这鱼头 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分别说说 这三个日本人物 他们在电影中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演员是谁 先来说山口多文 这个人可以说是年少得志 才26岁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 就已经当上了海军大卫 他有两个特点 一是能吃 二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他有外号疯狂多文杀人多文 他死于中途岛海战 那个时候他五十岁 他在的航空母舰叫做飞龙号 当飞龙号被美国的飞机击沉的时候 他就跟着这个舰艇一起沉入了海底 他临死前把他的帽子交给了随从 说如果你能逃得出去的话 请把这个帽子带给我的夫人 扮演身口多文的是日本演员前野中信 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个演员的阳光 一些角色也很清秀 其实这个人是跟我们中国是有世仇的 因为在抗日战争中 他的舰队曾经多次对重庆进行了轰炸 下面来说说南云中医 他比山口多文大五岁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 咱们说说他是怎么死的吧 在中途岛海战中 他载的航空母舰呢 确实被美国炸沉了 但是这哥们逃了 他没死 逃回日本以后 他被派往塞班岛 他最后是在塞班岛自杀的 因为当时美国的军队攻上来了 扮演南云中医的演员叫做国村笋 最后我们来说三本五十六 这个人物大名鼎鼎 我就不重复了 很多视频都有讲 就说三个点 第一 他的名字为什么叫五十六呢 因为他的爸爸生他的时候是五十六岁 如果按这个逻辑 我应该叫陈三十一 你明白 第二 三本五十六非常的矮 还不到一米六 他的身高是一米五九 第三 他有个外号叫做八毛钱 为什么呢 因为三本五十六参加过日俄战争 受了伤 他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就断掉了 三本五十六特别喜欢去异记那种场所 当时在异记啊 就是他修指头是按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收钱的 一个指头修支架要一毛钱 所以三本五十六他有八个指头嘛 所以他的白号叫八毛钱 出演三本五十六的是著名演员 风川月斯 如果你跟我差不多年龄 那么你一定记得二十年前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情书 在中山美会小姐旁边的那个可爱的年轻人就是风川月斯 他现在也老了 好这期节目就做到这儿 我们介绍了中途岛海战中的三个日本将领 山本五十六 南云中一和山口多文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